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瑞士的苏黎市 看瑞士的机场都是手表的广告 好多手表的广告 此次之行 苏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不是别的 而是市中心街边停放的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的停车场 活了个天呐 这也太多了 这个自行车 哇真的是 你看它都是一个车一个位 这是上面的 下边的你看好多啊 然后你看往这边来也全都是啊 你看这边也全都是 它那个地图有一点点的延迟 所以说呢我就坐过站了 然后呢我就又跑到了路对面 等一下再坐回去 到达当地是在傍晚的时候 那当天也感受到了苏黎市安静的夜景 苏黎市的第一顿饭就在我住的MBB的楼下对面 我点了一个松露的意面 我知道很多人是接受不了松露的对吧 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松露意面 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太腻了或者太香了 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这边早上醒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所以说小伙伴这边是1200块钱一个晚上 你们觉得怎么样 就是这么大的空间 我觉得比住酒店可能要好一些 不过它这个里边没有吹风筋 洗了头发了之后 头发也吹不了 现在还是有点湿湿的 另外的话 它这个屋子里边我没有发现空调 带着大家出去喝咖啡 就是下边的一整条街全都是餐厅酒吧 然后还有咖啡馆 就特别特别多这种业态 有点像是上海新天地的那种感觉 好出来了之后就是这条街 我的住处旁边这里就有一个咖啡店 看起来非常不错 Let's go 我住的楼是那个楼 然后咧 它这个店就在这里 就现在这个拐角进来看一下了 这边不是门 门应该 门在对面 这边是进不去的 绕了一下就走过来了 这边是中间的 它这个店叫Frensons 就是这个店 这边的咖啡馆 咖啡馆 那边是咖啡馆 咖啡馆 我们会跟着咖啡馆 咖啡馆 我们会跟着咖啡馆 当然 谢谢 坐在外边嘛 他让我先坐一下 点了一个他的黑咖啡 又点了一个简单早餐 它叫simple breakfast 这个美式跟澳洲的long black 非常非常像对吧 喝喝看喽 非常像澳洲的long black 你看这么小一杯 哇 竟然不酸 喝起来很醇厚 喝完了之后 那个酸味会回甘上来 这边是他的早餐 这个是蜂蜜吧 应该一个蜂蜜 一个草莓酱 哇 它这个可颂好酥啊 蜂蜜 这是个什么酱吗 它这个吃起来有点像 黄油 哇 它这个可颂好好吃 我刚才喝了一个这个咖啡 一块的 对吧 点那个最便宜的 再往下就贵了 我就说它这个13块 再加一个咖啡就是18块了是吧 18块 而且是瑞士的法郎 真的好贵啊 我就再点一个它的牛奶咖啡吧 好吧 然后尝试一下牛奶咖啡 牛奶咖啡是5块6法郎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吧 我背着我们的新的这个周边 这个行李箱包 然后呢我一路走过来 你们知道这个回头率多高吗 真的是我背着这个好多人都会看 就这样一背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谢谢 谢谢 我点那个Cappuccino 感觉好一般啊 我觉得它这个牛奶好像就是 普普通通的牛奶 说实话真的很一般 他们家我觉得应该是面包 更专业一些 就是它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面包真的很好吃 OK 当然 所以你从哪里 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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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好日子 我问你 我会想一下 你什么是这个新的语言 这个是英语 它是英语 我们有4新的语言 4 我们有语言 我们有语言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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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周边好多 都是说英文的 所以说我在问他们 你们平时说话 用什么多一些 他说他们这边说德语的 法语的 意大利语的 还有那个叫什么语的都很多 但是在这个区域他会经常就是用德语 现在呢我去火车站 但是火车站的旁边呢有一家我蛮想去的咖啡店 叫Memo Coffee 这个咖啡店呢其实还是蛮出名的在圈子里边 就是也打过咖啡比赛啊拿过一些名次啊 他有一家店离火车站不是特别特别远 我随时候想走路走过去带大家去打一下咖啡 我路过一些咖啡店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下他们都在喝什么 那在这边的话就点Espresso的比例就会低很多 大部分喝的都是牛奶咖啡 黑咖啡点的也是美式为主 这边遇到了一个孟加拉的 然后呢他说他找不到朋友了用我的电话打个电话 然后呢我就给他拨了一下他朋友的电话 他是孟加拉那边的 你看他们几个人已经找着了 所以说我就准备撤了哎哟我这个电话本来余额就很少了 他一个打个电话就欠费了现在上不了网了 我现在去那个咖啡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了 在这边啊 基本上出行都是自行车 路的两边全是自行车 马上就要到他这个店了 他这边偏社区化吧 然后呢离火车站也比较近 应该在那边 我现在我的手机已经停机了 然后呢我都是按照我的感觉来走的 因为导航不了了已经 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 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说就在这边待10分钟吧就坐在外边 他这个slogan写的有意思 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到了这个店 进来点一下 小小的满温暖的一家社区店 这边还有一个奖牌 是个咖啡师的 然后那边也是有奖牌的 这边是它的价格美食5块5 哇 Espresso 4.5 美食5块5 这边是他们的卡片 坐在外边 我点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还有一个美食 但是在这边呢不会待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为刚才给那个孟加拉的那个大哥 让他找朋友 在那边也耽误了一些时间 所以说来这边的时间就比较短比较干 一看就知道是浅烘焙的 酸酸的 火酸感 艾塞的豆子 这边有卖的咖啡豆 低温的250克 21 21的话呢就是大概178的样子 这边是应该是他们的冰沛 这家店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社区的很 local的一家店 这边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顾客吧 里边很安静 然后 嗯 没有特别特别的忙 可能是我来的是中午饭的时间吧 早上可能来的会多一些 然后整个看 看到镜头的小伙伴们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 拍视频的比较少吧 所以说他们看到这个镜头了之后 哇 就想进来来参与一下 疏离式的探店 就到此结束了 我要赶紧去赶火车了 我应该能赶上 大家祝福我一下 好吧 我途经路过了好多看起来很不错的店 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了 留个遗憾好不好 留个遗憾 我们下次再来瑞士再来好好逛一逛 好吧 我在欧洲做的这些火车 从来没有遇到过安检 都不用安检的 票也不用捡啊 反正我在意大利的时候 还是需要刷一下我的这个电子的码 才能进来的 但是在瑞士的这个苏黎士的火车站 我不是有一个那个二维码吗 QR Code 但是进这个火车站 连那个码都不用刷 我估计可能也是我进了火车之后 会有人来检票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要去14号台 14号台去巴黎 我们巴黎见好不好 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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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